好 最近一集社會消息 這是發生在新北市 有常客是不滿被老闆懷疑 在外亂傳說店內的菜色太貴 竟然就動手砸店 發生在這個月十號 是一名新北的果菜市場內的 賣一菜的林姓男子 他到市場內黃姓富人的自出站店 來用餐 但姓黃姓富人卻指責他說 他在外頭放話 說自助餐的餐太貴 林姓男子不滿 誤會竟然是失控雜店 而當時是帶著九一的林姓男子 突然拿起店內的板凳 將自助餐店的食物全部都掃落 並且砸毀攤架玻璃 跟保溫櫃 也造成黃姓富人右手的食指割傷 林姓男子雜店之後 是隨即逃離的現場 警方獲報之後是通知嫌犯 到案說明 也承認犯刑 訊後是被警方依毀損傷害恐嚇 還有公然侮辱罪的聳辦